我现在在长沙最有名的景区 橘子舟头 身后有一座大桥是橘子舟大桥 横跨橘子舟和湘江 旁边有捣乱图 看一下 这就是越路山橘子舟头的全景捣乱图 有一首诗 沁原春长沙 独立寒求湘江北去橘子舟头 先看一下 越路山橘子舟头的全景 这是越路山景区 紧挨着的就是橘子舟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红色标记的这个位置 整个橘子舟的南北长是5公里94公顷 我准备先沿着清水战道 带大家到江神庙以及沙滩公园 然后再回到这个起点 继续沿着这条战道 到旧纸雀桥喷泉 还有长沙的湿碑 以及桃园梅园 看这边还有竹园 最后部分就是到了水煮纯服的雕像群 以及沁原春长沙的诗词碑 按照这个顺序 带大家转一圈 这是橘子舟大桥 我现在是往北走 大桥下面是有观光车的 40块钱绕橘子舟转一圈 我准备徒步走 全长5公里 这座橘子舟大桥 是于1971年修建的 1972年正式通车 全长是1532米 横跨橘子舟和湘江 大桥下面就是湘江 近距离的看一下这座橘子舟大桥 下面是湘江 所以以前又叫做长沙湘江大桥 湘江一桥 在桥的西面 这座山就是越路山国家风景区 也是非常著名 一座高楼不知道是什么大厦 非常的高 打算明天登越路山 从大桥下面穿过去 一直往北走 有一个庙 先到庙看一下 大桥下面同时也是观光车的换乘点 在橘子舟大桥换乘点的下面 有一个螺旋阶梯 可以直接到达桥顶 对面是路标 看一下方位 往北面走 就是沙滩公园了 下面有一棵橘子树 树上切满了橘子 周围都是柳树 湘江 橘子舟大桥 非常的壮观 桥下是有楼梯的 从这下去 沿着香江边上走 香江上是有码头的 今天风比较大 没有看到船 周围都是柳树 再走三百米就到沙滩公园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手机 旁边就是江神庙 先上江神庙看一下 有楼梯 从这上卷 江神庙到了 门口有一对石狮子 中间这个入口进来 下面是江神庙的简介 密勒佛像 红布盖住了 从旁边进去 这边是入口 进来了 中间这座大殿是大雄宝殿 双层结构的 周围有松树 还有竹梨 竹子比较多 东西配电 那边有一口钟被罩住了 这边有一个顶 还有一块石碑 看看这边 石碑是被玻璃罩住的 这座江神庙 目前应该是没开放 看一下后殿 中间的门是木的 这有一口钟 直径一米左右 江神庙的后面了 江神庙的后面 有亭子 还有一个水池 后面是一个四层的阁楼 到阁楼上面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进去 从这座桥上迈过来 过来了 水非常的清澈 不深 菊源 那边有人在摄影 下面是莲花池 池子里没有鱼 中间这座塔 应该是拱集楼 四层的 从下至上 依次 这个变窄 从这个阁楼这边绕过去 就是 被门出口了 出去之后就是 江滩乐园 江滩公园 原来这边的大柱子 都是木结构的 从阁楼这边下来 对面就是 橘子州 沙滩公园 橘子州 沙滩公园 位于 橘子州的周围 总占地 13万平方米 里面像一个游乐场 周围好多 这种椰子树 进来了 各种各样的 这个游乐场的玩具 很像一个热带雨林 这边 这边还有这种 小黄车 小红车 是半个小时 六十的 小白熊 户外运动 还有一只 大袋鼠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椰子树啊 应该是椰子树吧 这边是绿地广场 露营的一个场所 大家看 这片区域 面积非常大 有人在这边野餐 还有婚纱摄影的 这棵树好绿啊 那边就是绿地的尽头了 从绿地那边穿过来了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橘子州的最北端 对面还有一个州 不知道这是什么州啊 有一座大桥叫做莲州大桥 橘子州与另一座州相连接 近距离地触碰一下 湘江的水啊 大家看 非常的清澈呀 哇 这水比长江的水清澈多了 到这儿整个橘子州的最北端就转完了 我打算去橘子州的最南端 沿着湘江边上一边走 可以欣赏湘江两岸的风景啊 我现在已经来到橘子州头的南面了 徒步过来的 已经来回走了四公里了 这边是一块绿地 有放风筝的 我也从这边走一走 感受一下这边的绿地草坪 这边的草可真绿啊 大家看一下 沿着旁边的栈道走 从绿地这边穿过来了 这是一个广场 对面是一座灰色的城堡 两层的 目测一下 这个城堡好像没有开放 从城堡这边绕过去 就是雀桥 看这边的椅子 都是这种小动物的 一座白色的亭子 圆顶 有六根大柱子 对面还有一座 是欧式的建筑 还有烟筒 红色的瓦盖 黄色的墙 不知道这里面是一座什么建筑 这儿有一座桥 上去看看是不是雀桥 纯白色的 中间是圆盘 像一个观景平台 上来了 原来这就是雀桥了 从这环是一周 周围都是绿地 那边还有喷泉 还有高楼环抱 我现在看到这边好像是拉拉队的造型 红色的房子在那 转了一圈了 对面就是 玉露山风景区 太阳快落山了 我得快点走 从这边下去了 从雀桥这边过来之后 是一个喷泉 百米高的喷泉 这个时候太阳快落山了 看一下太阳落山的场景 太阳即将落山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20了 对面是月露山 看一下周围 橘子州大桥在那 到现在我已经走了6公里了 下面还有一个码头 可以乘船 码头在这 但是目前没有看到 江面上的船 这个码头上面的油栏是三层的 这边就是橘子州码头的入口 绕着橘子州转大半圈 这个时候橘子州上面的景点 我还没转完 转完之后 再坐船 这是沁园春长沙的诗词碑 这么大一块石头 这一座桥 这一座桥后面就是桂园 桂花的桂 桂园那边过来之后 这边就是桃园 栽种的都是桃树 桃园那边过来之后 我现在来到了竹林 成片成片的竹子 哇 这竹林里头好多的鸟叫啊 成群成群的 从竹林这边穿过来之后 又是一个水池 大家看一下 水池的对面就是 水煮沉浮的雕像群 这边就是水煮沉浮的雕刻群 大家看一下 橘子舟头的诗词碑 橘子舟头的诗词 大家看一下 终于来到了橘子舟头 最大的雕塑 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 围着雕塑 转半圈 我会比较给你们的风景 祖部里 ratio 那里可以的水煮沉浮的细節 但是在这地方 叫なん的 海浮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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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 转了半圈了 即将到达橘子舟头的最南端 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广场上的灯也亮了 这个亭子是望江亭 从亭子穿过去之后 就是橘子舟头的广场 以及观景台 这是舟头广场 指点江山的石碑 站在舟头的广场给大家环视一周 我现在已经走了整整七公里 才到达橘子舟头的最南端 这边就像一艘巨型的轮船 我现在走到那个观景平台这 给大家拍一下香江的风景 这晚上江边的风景不错 这个时候橘子舟头 两边的灯全亮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我还没吃饭 准备去吃饭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结束了